喂 喂 牟家 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 可不可以有过程 可以 但是 我们要先把官司打赢 好 把我工作了 来 来 怎么那么高兴 我不告诉你 李总 下次记得接电话啊 走了 辛苦了 我 看他这态度 应该是批评你了吧 没有 吴律师没批评我 我是不是哪儿做错了 没有 我这人只看重结果 你帮我赢了官司 那就好 喂 李光 你给我听好了啊 你就是个骗子 是个大骗子 你之前跟我说的 让我莫大赔一块钱 你现在让我赔了五百万 不管你信不信 我一定会补偿你 我猜啊 你们的心理价位 可能没有那么的高 那我也愿意接受 我悉尼呢 很多律师都会 能赢官司的 必须得是特别优秀的律师 才能做到 谢谢 犒劳一下你 去哪儿啊 漫无目的 你有什么建议啊 那就一直开 不转弯 等我强了 那你就转弯呗 都让你说了呢 上车 我去哪儿 真就这么一直往下开啊 那 前面钉字口 左转右转啊 难道你右 选右 前面右转啊 嗯 我去哪儿 林先生 这是你送我的大游艇吗 你想得美 那我还不能想想呢 你带我来这儿干吗呀 变魔术 你还会变魔术呢 你瞧不起谁啊 你看你 这世上没有人 能代替你一分 你的温柔眼神 治愈了我的灵魂 行 项链 大游挺 没没没 是小船 行 这就是你送我的糖衣泡蛋了 我想把你放在蜜罐里 让你每天都觉得甜子 那行吧 给你个机会 活带着 起去腻腻 做你身边的人 回忆多深 每一阵 都为爱做圈 拾指尽口针 多合逞 成为最幸福的人 很配点 成为谁 这世上没有人 能代替你一分 能代替你一分 一段路一圈 一段路一圈 回姑娘是吧 在我的理解里面呢 回姑娘只有一个心 就是当了个驾望 当了你不一样 你有很多技能 这奇妙的缘分 是指尽口战多何尘 要成为最幸福的人 喂 李梦佳 你昨天到底有没有去手楼出签字啊 我可忘了 怎么了 完蛋了 你现在想买也买不了了 你自己听 二零一年二月十六日 北京市出台楼市调控十五条西则 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 无法提供本市有效赞助证 和连续五年含五年以上 在本市缴纳社会保险 或个人所得税缴纳证明的 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 暂停在本市详细受罚 你听 买不了了吧 那我知道了 拜拜 怎么了 没事 就是我一觉醒来 失去了我的购房自够 就这事了 有得就有失 谢谢吃啊 吃口饭 臭没苦脸 这件事对你来说很重要啊 对我 还行吧 对我朋友挺重要的 一日三省天天逼我买房 我要现在回去他可能会杀了我 那就不回去了呗 那他肯定杀了我 那更不能回去了 我得上班去了 嘿嘿嘿嘿 好歹陪我吃完饭不行吗 有没有听过金字塔原则 所有的事情呢 都可以归结出一个中心论点 这个中心论点呢 被数个数据去支持着 而这个数据呢 又同样可以是论点 被数个二级论据去注意支持 这样逐此延伸下去呢 看着就跟金字塔一样 这些事情可以很复杂 比如说社会的起源 同时呢 又可以很简单 比如说 今天你能不能为了我 叫个班 不可以 这是第一个论点的 有三个论据 第一 我需要这份工作 第二 今天不是周末 是周四 第三 吴律师比你难搞 逻辑这么强吗 对 其实啊 我可以去跟吴律师请个假呢 说你在陪假方出差呢 陪假方出差 我上班去了 拜拜 拜拜 拜拜